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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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五區公投,全民制憲 香港人用我們自己的意志 編寫我們自己的憲法 將全民制憲這個理念 扶諸實行 香港的本土民主反共這個運動 已經是勢不可黨 最後的勝利 必然是屬於我們香港人 普羅正治 文聲起義 myradio.hk 很熱 哥哥,你回來了 你也很享受,開著冷氣做甚麼 在看台長說神秘的事 開著冷氣就要付電費 聽myradio就要付月費 你付了月費嗎 現在已經是月尾了 你交了月費了嗎 未交的話 就請到myradio.hk 節目月費收費表 假選你想支持的節目 預先感謝大家持續支持 myradio節目月費計劃 普羅正治學院 將於今年7月1日擺設街站 大站位置為 銅鑼灣地鐵站衣出口旁紀利座自街 灣仔俄頸橋消防局對面 灣仔秦道衛里堂 而其他街站位置為 天候興法街入口 維園銅鑼灣入口噴水池 銅鑼灣軒尼斯道欺慎廣場 銅鑼灣軒尼斯道集成中心 以及銅鑼灣醫院街 到時將會推出最新款的 五區公投全民制憲短袖支出 售價為150元證 將會在七一街站搶先發售 數量有限有買適合手 記得來吧 第八視覺 成 Tiffany 好久沒見了 開場別不說了 等你你說 好熱啊想開冷氣 冷靜點 冷靜點 為什麼會突然這樣呢 因為他每次都批評我 說我開場太老套 說來講他都是說這些 太久沒見了 就有一個星期了 但我是不會理會他的 我今天還是要再說一次 很久沒見了 就有一個星期 今個星期有些特別 又不是很特別的 特別有新鮮的 不特別但有新鮮的東西 怎麼說呢 其實今個星期有很多事情發生 我們一向都不會很說那些 比較貼近時事的 比較說一些花邊的東西 你覺得是嗎 我們都很花邊 不夠花邊 即是再花邊一點 花邊到沒有人知道那些 但花邊到又沒有人知道那些 就好像不太好 今天講一些很心理上的東西 你入正題沒有 現在就講了 入正題 就是講一些很心理上的東西 究竟是需要贏在這個蛇精之前 還是應該要贏在子宮之前 還是直接是要 未蛇精之前已經要 是我要贏在選擇老婆之前 即我要選一個更好的老婆 究竟這件事是發生什麼事 其實我猜很多人都知道 因為我見 其實這件事已經是多過那些什麼書店 那些人 那些人 那些討論 我見真的好像是這樣 事緣就是說 有一個TVV 有一個新的綜藝節目 那這些新的綜藝節目 說什麼呢 那就是 又是說一些訪問 那個節目名字我不說 那就由他 但是他就是訪問了一個媽媽 就問他 可能他對於 叫做對於他的兒子 就是他照顧兒子 或者他怎樣為兒子計劃的一些看法 然後 因為其實這個節目就是 類似說 究竟有沒有起跑線這件事 就是究竟 你知道什麼是起跑線的 我想其實大陸法人都知道是什麼是起跑線 其實現在很Hit 以前沒有這句說話 贏在起跑線 那你怎樣看 什麼我怎樣看 就是你對贏在起跑線這句有什麼看法 我覺得 我覺得當然是 當然有好過沒有 不用想 其實基本上 大家都知道要贏在起跑線 其實說贏在起跑線 就有些不能夠 即是不夠符合 你明白嗎 不夠符合到這件事發生什麼事 其實這件事 是說贏在起跑線是什麼意思 就是 只不過是把那條起跑線推前些 那你那個人生的路途 那你就會短些 那你就會舒服些 那你就會比隔壁的人快點到終點 你明白我講什麼 我明白 是不是很具體的 對 但是為什麼要跟別人鬥 為什麼要跟別人鬥 但是為什麼人生要跟別人比 不知道 因為社會就是一個鬥爭的地方 那你其實 那又有得利吃 人會睡街 餓你不死 為什麼這樣都跟別人比 人不會那麼容易滿足 那你很多東西可以 今天比昨天進步了 跟自己比 你每次要跟別人比 人生是應該跟自己比較 但是很可惜就是 因為現在學業這件事 一定有個名次 所以一定跟別人比 這個是其中一個 還有第二件事 就是 說不跟別人比 就浪費 那個人好一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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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個人胸大一點 那個人好一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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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個人賺錢多一點 其實外國有研究的 已經說過 就是說什麼 就是說一個人的快樂 那個指數 是取決於他跟別人比 比得很開心 因為他說 他就是研究過 他就說 一個年薪很高的 就是那個份量很高 簡單一點 那份量很高的人 他如果隔離的人 哇 具體的 高的 如果他隔離的人 比他更高的話 他也會不開心 也會不開心 對 但如果他一個人工 可能是很低 但隔離的人 比他更低 他那個快樂 那個指數 是會高 比那個人工 本身很高 但他只不過是不夠 他隔離的朋友 高的人 所以一個人 其實你說不比較 我覺得是多餘的 根本是不可能 我覺得是根本是不可能 但是 為了自己快樂 就是想 有句話叫做 知足常樂 你知道 人知足的話 就會開心一點 希望大家都知足一點 不 我發放正能量 免得又被人說 我軟天猶人 又說廢青 我們很正能量 我們今天是要幫一個說話評伐 究竟發生什麼事 說回剛剛那個綜藝節目 有一個訪問了那個媽媽 那個媽媽 她就說 她計劃 有生第二胎 那個媽媽已經是生第二胎 要個妹贏在子宮女 贏在子宮女 贏在子宮女 贏在蛇精前 為什麼她會有這句話呢 她就說 她要計算好出生 蛇精的時間 然後再計算 她的嬰兒出生的時間 她就要在1月出生 為什麼要1月出生呢 1月出生是大兒子 為什麼要大兒子呢 為什麼呢 因為她就說 有一間明明的幼稚園 幼稚園或幼兒園 雖然其實有些分別 幼稚園和幼兒園 其實是有些分別的 其實是有些分別的 但香港好像沒有分別的 這個說話 香港好像沒有分別 你待會再告訴我 不知道有什麼分別 其實我很想知道 幼兒我覺得應該是更小 幼稚園應該比幼兒 而是更大一個少許 那個年齡上應該是大少許 是嗎 理論上應該是這樣 不是很確定 這個真的不是很確定 但因為我看到有分 幼兒園是更小的 即是很小 可能是很小 一、兩歲 我覺得幼稚園再小跌 幼兒園是大一點跌 不要討論這個問題 如果是這樣的話 總之就是說 她那間幼稚園 就是專門收一些 一月至三月出生的小孩 即是一間出名的幼稚園 那為什麼會專門收一些 一月至三月出生的小孩 因為她比較大一點 那個智力 那個智力 那個生理 比較大一點 那就比較容易教 其實是怎麼一回事 那就是說 如果一個入學年齡 即是你去到一個入學年齡 那你從一月到十二月出生 都是那個入學年齡 都是適合的 因為你也是那年 你也是計年份的 但是如果你是一月至三月出生的話 你嚴格來說 你是比那個小孩 是在九月或者十月出生 你是大 年紀上是大一點的 即是譬如大家在說 大家都在說 申請在九月入學 那理論上 十月三十一號之前 就是滿三歲的 但是如果你在一月出生的時候 你已經是三歲九個月大了 你明白我說什麼 我知道你說什麼 然後 如果你 那個小朋友 雖然大家都是那年 但是不同月份 所以是大一點 如果你在十二月出生的話 那你就只有兩歲 零八個月 其實你前後生他 是可以去到有十一個月 如果你最初到最後 所以這些名校的幼稚園 他就會收一些 大一點 月份大的 的小朋友 那為什麼要這樣做呢 其實是有根據的 他就說 如果那些小朋友大的話 即是年紀比較大 雖然不是大很多 即是不是大很多 只不過是大八個月 但是就在說 那些小朋友會 就像你這樣說 智力會高一點 容易一點教 對 聽話 如果教一些深的東西 他們可以整個班 一齊容易一點領回到 嗯嗯嗯 是啊 就是 你覺得很精益 是嗎 真的很精益 那你有分精英班 那些什麼 不知道 因為是怕你讀書 那樣東西 但是怕你那一批 那一班人 不能夠同時一起同步 有些人是 能力是低一點 那又要另外教 那見過 那是整個班一起上課 結果是很久都去不了 再前一點 因為要遷就能力低那班人 是啊 所以很多時候 這些幼稚園 這些由來名校的幼稚園 就會直接 其實是一個很科學的原因 這是一個很科學 是真的有根據 因為其中 已經有講述過 其實是一本書 外國一本書寫的 他就說 研究這個冰相曲棍球 表現較為好的球員 多數都是大仔 簡單來說 就是月份頭 即是大一點的小朋友 對 因為類似的情況 還會出現在其他學生 那他大一點 協調好一點 這個是其中一個原因 就好像拿筆 小時候拿不好 因為你手腳協調 而且容易打破 對 有這樣的根據 還有他說 直到大一點的年紀 就是年紀大一點的時候 也會有影響 其實他是歸根 究竟了一個原因 他是 認為 他說 因為這些大的小朋友 自小的時候 已經是 在課堂上學習 是比較出色一點 比其他小朋友出色一點 你三月 我十 十月 完 不用再說下去 我十月 然後 他就說 因為那些小朋友 你那個小朋友出色一點 你出色一點的時候 他很自然就會 比老師的反應 會好一點 我知道 我知道你在說什麼 因為 現在這個社會 是比較偏向於外向型的小朋友 例如 你小組討論 你多一點說話 你就 較好一點 例如 面試 多一點說話 這些是外向型 但未必他們是這麼厲害的 只不過是外向 對 即是外向和內向 對 而有些比較內向的小朋友 他們少一點說話 但家長就會覺得他們很吃虧 但未必是他們不厲害的 尤其是 尤其是 如果他對外向 因為他外向 人類比較外向 他自然就會得到 那些回應 會好一點 而那些老師上課 最怕冷場 所以我當時 是看某一個YouTube頻道 是說幼兒教育的 他就說 有一句反思 但其實 有時候小朋友 那些內向的小朋友 他們上課不說話 和小回應 他們是透過觀察 和聆聽去參與這個課堂 他們也是有參與 即是可能他是一個思考大師 即是他可能是一個思考大師 或者他是喜歡觀察 不喜歡不斷輸出一些東西 說那麼多廢話 不是每個人都喜歡說太多廢話 但不代表他們沒有參與課堂 但就是 你自然這些外向的 就會被人稱讚得多 那他就會形成那個落差的越來越大 即是你越稱讚得多 始終你年輕人 是要被人稱讚的 即是他有一種 潛藏著 是一種 想受到人認可 不過其實年紀大的人 都是這樣 不要說年紀小 然後 這些 雖然這個不同 外向和內向的關係不大 但是異曲同工之妙 就是說 因為那些比較年紀大 即是一月至三月出生的那些小朋友 受到正面的回應 即是可能是讚他 家長 熬獎 等等 然後他們那個 受到讚了之後 那他的能力就會提升得越來越快 反而他後面那些 就會越來越 即是年紀小的那些 本身是因為他 發育遲了 即是因為他年紀小一點 然後呢 就會令到兩者的差異就越來越大 所以為什麼 即是我知道這件事 就經常有很多人在那裡說 即是很多人在那裡說 即是說那個媽媽 贏在射丁前很誇張 很過分 對 贏在子宮裡 但究竟 我覺得真的有點誇張 聽到那一下 對 我也覺得是誇張 但我聽完他的解釋 他有沒有錯過 是 因為你見到 你見到真的有科學實據 即是他不是在那裡 即是那個媽媽 不是在那裡說 他不是在那裡說 自圓其說 自我感覺良好 是真的有科學實據 而那間幼兒院 是說真的 是真的 只是收大兒子 而且還要是那間幼兒院 是挺有名的 即是那間幼兒院 是挺有名的 但是 為什麼我們會這麼大落差 因為 跟我們那個教育的理念 即是我們以為 我們以為的教育士 和事實上的教育士 是很有分別的 尤其是香港和外國 尤其是香港 根本說了很久 就是在那裡說 教育有多麼差 教育有多麼不好 那些教育是怎樣 用來壓迫學生 這樣 然後我們以為 即我們不是以為 是我們希望 我們希望的 教育是好像外國 即好像澳洲那些 澳洲其實是一個 很好的例子 你也知道 澳洲就是比較注重 小朋友的探索 好奇心 以及比較注重他們的安全感 安全感 怎樣 怎樣安全感 抱著他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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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是只抱著他們 抱著他們 你問到這樣 我不會回答 你不會回答不要緊 安全感 比較注意他們的心理狀況 對 就好像我們剛剛說的 那種稱讚 那種讚他 從而刺激到他的心理反應 你讚完之後 你的人會有更多動力 所以我們多點讚上 少一點 少一點埋怨 少一點埋怨 我最討人負能量 怨天游人 我一點都不會做 我們今天要幫媽媽平反 對 不過這些我等一下才跟她平反 我們說一下 究竟我們希望 我們希望的教育和事實上的教育 究竟有個分別 究竟有多大 所以為什麼我們才會 不是我們 是那些人 那些人才會有這麼大的反應 是這個 安全意識 澳洲那些教育 那些教育 那些教育人員 就是幼稚園老師 他們不是讀完 像香港那些就可以出來做 不是只讀完書之後 不是直接拿了個 他還要你有經驗 還要實習一百多個小時 他讓你實習幾次之後 要課你真的會教一個小朋友 那種教 現在講的那種教 是真的會處理一個小朋友 對 處理一個小朋友 怎樣處理 處理 處理 應對 那些 其實是一個相處 是一個跟小朋友相處之道 說得具體一點 就是怎樣呢 就是說 去外國 平時我們經常 因為其實很多人經常都說 外國那些教育很好 香港那些教育很差 但其實那個 實際操作上面 有些什麼分別 就好像剛剛你這樣說 就是說 譬如說 香港呢 就是你作為一個 幼兒教育的人員 就是說 你有一個沙子 沙子就是文憑 或者怎樣怎樣 有一個這樣的學歷 他們還要到 就是那些老師 幼稚園老師 還要到不同的幼兒中心 實習三至四次 每次要百多個小時 那兩年的私訓課程 裡面就達到一千個小時 一千個小時 實際上 他是跟那些小朋友 相處了一千個小時 他才是 叫做一個正式的 幼兒教育的人員 而香港 香港也有的 香港也有實習的 我知道香港也有實習的 因為我有朋友 以前是想過做幼兒教育 他都說是需要實習 一些什麼 因為他有實習 他有經驗 但相對來說 香港對於這方面的要求 就沒有那麼嚴格 香港基本上 他相對嚴格的要求 是在學歷上 而不是在教師的學歷上 例如教師 例如他在說 他可能認識幾多個科目 要讀過什麼書 即是學位化 是的 越來越多學位上的東西 就像你建工一樣 具體一點 就是你去建一份工 你拿著很多學位 又說我讀過什麼書 又什麼什麼 但誰知道原來實際 你是不會做的 真的要你做下去的時候 你是不知道怎麼做的 你比師傅更差 比技工更差 就是 你是拿著很多學歷 但是他是教 我自己想 他是在教一個幼兒子的小朋友 是的 那他就算認識很多科目 跟他要教小朋友的東西有關 是嗎 那小朋友也未必要學到他認識的科目 是不實用的 是 嚴格來說其實是對的 你是說得對的 你說到懂鋼琴 難道你上幼稚園 你對著小朋友 你要立刻教他什麼電子和鋼琴 都不需要 對 因為其實是兩 對 我真的聘請人的標準 好像之前說 洗碗工又要大學畢業 類似 因為其實 這個職位沒有必要到這麼高要求 要做的事根本就不需要 或者這麼說 他要求的位置是錯誤了 他不是應該要求他自己本身的學歷有多高 而是他需要一個 他怎樣教 是真的 是那個技能 是那個技能 教小朋友的技能 是他究竟要怎樣教 因為其實他在說 你一個小朋友是白紙 即是一張空白的東西 基本上你填什麼上去 就填什麼上去 就像以前那樣 你說毛澤東是萬歲 什麼什麼 他就說毛澤東是什麼什麼 其實是你自己填下去的 這些東西 本身你幼兒教那個人 就是最重點 他就是要把那些東西灌輸到那個小朋友 而他必須要懂得怎樣教那些小朋友 如果不是的話 就像我們以前 我們自己也說過 以前 我不要說幼兒園 說小學那些小學中學那些 惡夢 那些阿sir Missi 神經病 都已經說過很多 他們那些有精神病 其實他們要看醫生 好像一個醫生有精神病 都不可以繼續他的工作 他作為老師 他自己情緒都處理不好 他都不可以繼續進行教師的職位 會出事 這樣處理學生 出了很多 所以你看到其實 其實香港很多都 那些年輕人都在跳樓 他是不夠質素去開工的 其實有些是不夠質素的 不是為何經常都會說 什麼教促教促 為何會指責他為一個促生 就是一個教育的促生 就像我們上次說的那個校長 那間中學校長 你一個學生 其實那班已經是中學生 是啊 我才會說 那間是中學生 很抗拒那些 那些叫什麼 在新 在新 不知道是什麼學校 你說那個 培育 培育 就是在育群 育群 育群中學 很抗拒他們那間中學 在他們 那間小學 在他們中學附近 那裡開 是啊 然後這個 第一 就是他的自力問題 為什麼覺得一班 智商或者有暴力傾向的小學生 可以影響到他們的中學生 可以大壞他們的中學生 他這個思想已經是 是常理的判斷出了事了 而且他很明顯就是 他是為了自己的學校的聲譽 還有另外 記不記得有一個 那個校長 不是說有一班中學生 就出來反抗他們的暴政 上次說的 對 上次說的 其實你看到 基本上 那些校長他們說的 根本是不合格 是弱智的 是不合格的 就是 好像你這樣說 他們出 是弱智 真的是弱智 所以其實 如果 你這個 中學 都已經是這樣 還是校長 還是管理者 管理者 中學生已經是 心智比較成熟 萬一如果是 下去 你在幼兒教育那裏 出現了這些 這樣的 我還記得 對 這些這樣的學生 不是這些這樣的老師 這些這樣的學生 我還記得那時候 我的校長跟我說 你未識分 什麼叫灰色地帶 所以現在 你的世界只有黑和白 你聽我說就對了 對 什麼是灰色地帶 什麼是黑和白就是對 我那時候是中六的 我現在還未算畢業 那時候中六 還在學校那時候 他帶我去校長室聊天 他跟我說 我未識分 什麼灰色地帶 不識分 所以 只需要跟著黑和白 一定不會錯 灰色地帶 未識分 但只要跟著黑和白 就一定是錯 對 跟著黑和白去分 就一定不會錯 他叫你就 不要去灰色地帶 他的意思就是說 你的智商是未能夠分辨 有些東西是介乎對 對和錯之間的 總之現在就是說 對就是對 錯就是錯 對就是這個意思 但是世界 有多對有多錯 他不讓我去討論 就是不需要討論 他覺得是錯就是錯 很多時候都是這樣 真的 很多時候都是這樣 就是這樣 聽完之後我嗆了嘴 但是 你看到 如果中學 好像剛剛說 現在的中學不是教你怎樣去判斷 哪一個程度 而是純粹教你分 這樣就是這樣 就對了 就是沒有這樣的思考 沒有一個深度去教你怎樣分 以及不讓你分 直接不讓你分 跟他說錯就錯 對就對 你不想錯 就黑和白去分 就是基本上 你就是看到 就是不讓你去判斷哪一種情況 就是他不需要你去判斷哪一種情況 就是他基本上是覺得 那他就當我們是機器 那我們是要去學會分析一樣東西 和判斷一樣東西 說了那麼久就是 其實說香港 他們其實說了那麼久 歸歸究底 他其實都是想說 就是缺乏了這種 批判性的思維 因為他現在是不需要你們有批判性的思維 他只是需要你跟著程序 跟著那些東西 跟著一些指引 或者跟著他覺得的對和錯 這樣去做 那這個其實就是 歸根究底 就是整天聽見的 每個人都在說 香港教育不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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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哪裡呢 澳洲的幼兒教育方向 和香港有點不同 當地的幼兒教育架構 稱為BBBB 然後呢 就是簡稱 穿個人的自我發展 包括幼兒的安全感 自主性和自信心 就是我們剛剛在說自主性 還有 和外界的關係 例如是 幼兒對群體及社區的歸屬感 就是相處 大家 還有對社會的相處 還有尊重這個差異 就是明白自己跟別人不同 明白別人跟自己不同 就是我們是獨立 是個體 你跟我們不一樣 我們不會去排擠你 那些 就是大外包容 就是大外包容 就是尊重差異 跟著重視公平 還有對社會的責任 還有對環境的尊重 還有心理和心理發展方面 包括幼兒對自己的健康負責任 對自己的社交和情緒發展重視 還有學習態度和好奇心 有效跟別人溝通 就是你會看到 是幼兒要學會對自己的健康負責任 但是香港不會 就是在香港 就是他們已經在澳洲那邊 已經教了一些小朋友 是對自己 就是這件事是你自己的 就是健康是你自己 就是老套一點 但是現在我們香港 就是外判了給別人 就是把自己的責任 外判了給別人 例如家長 外判了給老頭老母 例如家長要有些家教 要自己教的兒子 可以和不可以 但是他又把他外判了給老師 對 然後 還有 我覺得還有另外一點 香港也是沒有什麼 就是說 對於環境的尊重 嗯嗯嗯 其實你 香港也是很少 認真 沒有的 我剛剛來的時候 看到 垃圾桶的設計 我這次真的不是想說他是小朋友 那些垃圾滿地 這個已經看到了 但是我想說 他那個轉的設計 為什麼是這麼無謂 我又不見他把那個煙頭的位置 又設計得好一點 因為那些人扔煙 這樣一次過燒光 但他又不設計 一個扔煙之後 可以讓煙頭吃 因為 你既然都換垃圾桶 為什麼你不設計得好一點 我看到他好像著火 然後煙又不是吃的 要鋪些沙或鋪些水 但是沒有 是沒有 那我覺得 我不明白他浪費這麼大的預算 但又不設計得好一點 就是我可以原諒他的口細 可以當他真的是白痴 你要原諒他的口細 我可以 就是 因為你要換 那你可以 但是你不要只是 口細了 但你其他位置又不做 其實我 對這個垃圾桶 沒有什麼意見 認真 真的沒有啊 真的沒有什麼意見 其實已經有垃圾桶 其實我想他的橙色 是不是為了讓別人容易找到 不是 我只是覺得香港已經有很多垃圾桶 我覺得香港最好就是不要有垃圾桶 整條街都不需要有垃圾桶 讓人們自己拿回垃圾 自己回家自己扔 然後再自己分類 不過這些是後話 先說回正題 好啊 然後 我們在說幼兒教育 在說外國和我們香港的一些差異 一些很普通的不同 其實已經不是很深入 什麼叫很普通的一些不同 不是 一個很表面上的 大家基本上都可以找到的不同 已經不說得很深入 或是助入一點 助入一點 當然是更加多 簡直是說 大家的教育方式已經有不同 但是 你看到就是這個 但是 問題就是 為什麼這個媽媽會令人這麼大反應 就是因為 因為他在說射精 因為他在說射精 這是第一樣 射精真的令人很大反應 那些人是特別喜歡這些 還有第二樣就是 因為我們實際覺得的教育 和事實上的教育 那個落差實在太大 而那個媽媽很明顯 很直接地告訴你 你們抽屁啦 香港的教育就是這樣 所以我覺得 所以那些人就會變得好像很生氣 不過待會再說 休息一會 多謝